過去三年呢 在政府台商回流的方案裡面 回到台灣來投資的總金額 將近600億美金了 這些投資呢 大部分是集中在工廠上面 而且是智慧型的工廠 我們已經可以預期 因為智慧工廠的出現 台灣的整個數據的總量 將會大幅度的成長 這個背後呢 我們當然希望有很多跨國的公司 他願意到台灣來建構新的數據中心 除此之外呢 包括電動車 包括G2背景以下 我們的筆電 我們的手機 可能會慢慢搬到 東協南亞的一些國家 而台商在整個亞洲地區的生產體系的 建構的工作上面 他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角色 所以我們知道 跨國公司到台灣來設立數據中心這個趨勢呢 將會是對台灣來講是一個雙贏 而且對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 無論是半導體 或者是供應鏈 我們已經可以預期未來10年 將會是非常美好的黃金10年 了解微軟的製造業解決方案 請立即下載 中文字幕提供